接下來除了剛剛的檔案打包壓縮 壓縮打包下載回來之後 因為裡面的檔案就只是PHP的程式 也就是我剛剛的那個WordPress的那些程式的內容 還有就是圖片 我們在WordPress操作的時候有時候會上傳一些圖片 那些圖片也會在那一包資料裡面的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最重要的就是資料庫 資料庫沒有辦法利用FTP的方式直接下載回來 資料庫必須利用MySQL的這個操作工具把它下載回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在這個CPanel的介面裡面 這個CPanel在很多虛擬主機公司都是用這一套 所以Bluehost裡面它也是用CPanel 那我們在CPanel裡面如果學會的話 其實就用其他的虛擬主機只要是CPanel的介面 原理都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MySQL要怎麼樣把它下載回來 好在這邊Database就是MySQL database 那我們使用這個方法 這個PHPMyAdmin這個就是MySQL database的操作介面 然後我們切換到繁體中文 然後登入你的帳號密碼 MySQL的帳號密碼 那這個時候呢你會發現 奇怪那個MySQL帳號密碼 因為平常用不到 所以我們不曉得MySQL帳號密碼到底是什麼 在這邊跟大家講個觀念 就是資料歸資料 檔案歸檔案 資料庫和資料檔案 完全是兩回事 資料庫是在什麼東西叫資料庫 就是說今天我們的網站如果是像這個公司網站啊 譬如說我們新增了某些文字 像這個現場課程 Weberley快速駕駛教學 Google架設官方網站等等 好像我們新增這些內容的時候 這些圖片啊 它上傳的時候是放在這個 Opress的那個資料夾裡面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裡面Keyin的這些文字 它實際上是存在資料庫裡面 那資料庫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類似Excel的檔案 那Excel檔案裡面有很多表格 我們把它稱為欄位 那欄位裡面呢就會有很多文字 這些文字其實都是存在類似Excel的表格的欄位裡面 那我們就把它稱為資料庫 所以資料庫它是一個單一的檔案 那Opress它的那個軟體呢 又是另外一個資料夾裡頭的檔案 那它們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在備份的時候 如果只是單純用FTP 或者是剛剛上一節講的 把整個網站打包起來下載的話 它只有 它只有裡面的一些圖片跟 Wordpress的軟體的程式 但是它裡面沒有這些文字的資料 這些文字的資料都是在MySQL的資料庫裡頭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MySQL的資料庫也下載回來 然後Wordpress的檔案也下載回來 那同時把這兩個東西移植到另外一台主機去 那另外一台主機呢 才能夠產生一模一樣的網站的內容 還有長相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 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個MySQL Admin的 PHP MyAdmin的登錄介面 就是在操作我們的MySQL資料庫 可是我們不曉得 這個登錄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那不要緊張 我們先去剛剛下載回來的 那一個Wordpress的資料夾裡面找 剛剛下載回來的就是這個 SunGate.com這個資料夾嘛 然後把這個資料夾打開 裡面就是剛剛下載回來的這一堆 Wordpress的檔案 那剛剛大概解釋一下 像剛剛講的那些圖片啊 其實就是在WP Content這個資料夾 這個目錄裡頭 Uploads這個資料夾 這邊有1月3月4月 OK 像這些就是我在做這個網站的時候 上傳的一些圖片 那它其實就是存在這個目錄裡頭 所以我們下載回來的時候會發現 這個Content裡面其實就是 Content Uploads 然後20123月 就是我3月份上傳的這些圖檔 那我們資料庫呢 其實都不在這裡面喔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要怎麼樣把 找出那個MySQL的帳號密碼 好我們先到 這邊找那個設定檔 找到這個 wp-config.php 這個就是Wordpress的設定檔 然後呢把它打開 用什麼打開呢 用記事本就可以開啟了 在這邊 可是用記事本開啟 因為它沒有自動斷行 所以很難看 那我們這邊介紹一套 免費的綠色軟體 那我們去找一下那個 有一個軟體叫GreenPad 到Google找 找到這一個 這邊有 輕巧記事本PC Home下載 這個GreenPad 因為它是綠色軟體 所以它不用安裝 那我很喜歡這種不用安裝的軟體 好下載 在這邊 下載回來了 好這個 因為這個軟體蠻常用的 所以把它複製起來到自己 到自己比較常用的軟體 所以把它擺到這個捷徑列裡面 將來用的時候比較方便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那個檔案 剛剛這個 wp-config.php這個檔案 我們把它打開 那我們先把這個GreenPad打開 執行 然後直接把這個檔案拉過來就好了 放開 然後直接把這個檔案拉過來就好了 OK 是不是比剛剛的那個 內建的記事本好看多了 這樣它會幫你把一行一行 分開來 因為在 很多很多軟體 在Enter的時候 它會換行 那 在記事本裡面 它沒有辦法去 辨別那個Enter換行的符號 所以用這個GreenPad把它打開之後 就可以直接看到 然後呢 那我們就找到 底下 這個地方 db的名稱就是 資料庫的名稱是 power1.wrt2 要看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資料庫是哪一個名字 MySQL database username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 我們登錄的是這個 我們的資料庫子的名字叫這個 然後這個資料庫的使用者 每一個 每一個資料庫都有它的使用者名稱 也就是帳號 我們的使用者就是這個 然後呢 Database的Password就是這個 好 那我們有了這個 資料庫的名稱 使用者登錄名稱 還有使用者登錄的 密碼 OK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 MySQL的 PHPMyDmin的登錄方 登錄的網站 的網址 然後你這邊就輸入 剛剛那一個 帳號 就剛剛這個 使用者名稱 我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進來 然後再去複製它的密碼 複製起來 然後再把它貼上來 好 然後我們把它按執行 很好 登錄了 那我們左邊 第一個是預設的 不要理它 第二個這個 Poweredm WRD2這個 點一下 OK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 資料庫裡面的 每一個資料表 每一個資料表 那這些呢 我們 不需要去了解它 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 你每安裝一個 外掛軟體 其實它就會增加很多 資料表 比如說這個 購物車的 E-Store 你看每一個 每一個外掛程式 它就會多出好幾個資料表 每一個都是一個資料表 一個資料表 你可以把它當成就是一個 Excel的其中一個工作表的意思 所以它每一個資料表裡面 你把它點進去 其實它都有 都是有資料的 好 那我們要教的是 怎麼樣把它備份出來 不是要解釋這個 MySQL架構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資料表 我們要怎麼把這些所有的資料表 備份出來 首先我們按這個 SQL 然後你會看到 看到不是SQL 好 應該是 匯出 按匯出 然後它會說 正在從伺服器 匯出資料庫 好 那要匯出哪一個資料庫 我們要選一下 是這個資料庫 就這個資料庫 我們是要匯出這個資料庫 然後匯出 正在匯出資料庫 Poweredm底線 Wrt2 對就是這個資料庫 然後格式呢 格式我們就用預設的SQL就可以了 然後按下執行 那它在下載了 很快 因為其實資料庫都是一堆文字 所以它本來就很小 就是這個 Poweredm底線 Wrt2.sql 這個就是 MySQL的那個資料庫的備份 那 以上就是備份的方法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講 怎麼樣把這個SQL還原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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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